线上的一名非常年轻的小将 小球稍微差了一点 拳手万紫月两名都是非常年轻 一个是大大补强了天津女排的王口实力 这球还有 顺利地度过这一轮 踢船到位 还是姚迪和袁兴月的一个节奏 感觉还没有一个非常顺畅的情况 就在本赛季的比赛当中 前几场比赛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重新在前排换回袁兴月 保护一下 连续给四号位 这一车还是被拦了 现在打得有点太暴露了 前几队肯定是全面的去盯防吴孟杰 其实刚刚那一球 可以试着甩一甩二号位 于江苏队来说 其实要想限制住 这三个边攻守 确实很困难 但是如果能够限制住一个 可能局面就会打得更轻松一点 就是被袁兴月拦网拦住了 传得很暴露 调林宇还是要把球传得更分散一点 这个时间也没有 这是袁兴月非常聪明的一次处理 依靠自己的高度拍了一个配点 一传到位 这种到位球对于天津来说 打的肯定是非常的稳定 今天一传确实太稳了 这样的话天津队又赢下了第二局 大比分2比0暂时领先 队员到教练整体的神情表现出来了 还是很轻松的 一传点的还不错 有袁兴月 袁兴月这球还是在空中稍微等了一下 其实袁兴月也不是第一个赛季在天津队打 但是感觉和姚迪的配合 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流畅 一传又开始崩了 得连着两轮的发球 一个连赢 一个沃尔加斯 江苏队确实很难去打 在适应了沃尔加斯的发球轮之后 现在对沃尔加斯的发球顶得也顶得很不错 连击的机会 变调了组织 好扯哦 很敢打 很幸运 真的这就是排球比赛当中身高的优势啊 基本没怎么跳 大手一挥就是一个得分 进行由天津队对一阵上海队 江苏的这些小姑娘们来说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经验 来 想祝你们还今天 带一千